太冷了 躺在家里面 手一大伸出来比我在东北的户外大帐篷没有了 因为没有取暖的 我在东北户外零下二十多度大帐篷的时候 帐篷里面其实也很转活的 至少我手都不会动 这现在这个手一拿出来就动僵硬了 空间太大了 感觉我们确实南方比北方更冷 之前在东北租爹的话感觉还行还可以 哇 然后这到南方这在家里不行太冷了 现在连玩手机都不敢玩 因为确实 家里面比外面还要冷 在家好好休息吧 嗯 回家多少天了 我感觉应该也有个一个多星期十来天了 半个月也可能没有 十来天应该是有的 今天十二月十七号了 看一下 哎 十二月十七号 一周前 我还在那个发视频还没有回来 刚刚回来 刚好十天 哎 也休息的差不多了感觉 前两天 前两天的话也把车子拿回来了 哎 然后 昨天买了一些快递 就是车子上面的一些装备啊 主要是那个前头包 哎 然后买点补胎的 和一些和一个内胎 等都到货的话 差不多就能出发 不过确实冬天骑车应该挺冷的 之前骑摩托车的话 能够多穿进 骑自行车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因为确实好像还没有骑过 哎呀 哎呀 躺在家里都冷 这出去骑车会不会 躺不住啊 应该不会吧 至少之前零下二十多度 也在东北骑摩托车 奇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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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冷啊 哎呀 啊 安徽,好像确实好冷,没有暖气 所以以前都被冻怕了,我好想去海南呀 去年在海南过年的,挺好的确实 今年又回来了 好冷 哎呀,好冷啊,好冷啊 感觉我已经被恨爱床上面了 一秒钟都不想下去 确实 哎呀,是冬天 哎呀,最不喜欢冬天了 我喜欢夏天,因为我这个人烫了不怕热 哎呀,但是有时候 人们并不能因为自己的喜好而去做事情 太冷了,就在床上给大家分享一下生活吧 没什么可分享,除了吃饭就是睡觉 要不就是玩手机 也不能说我在这里玩手机 给大家拍个半个小时,玩手机 啥也没有啊,所以跟大家聊聊天吧 嗯,大部分时候我觉得 网友的门都还挺好的 哎,有时候还是有一些 个别的有一些挑毛病的一些言论 就比如说我像什么 呃,要我去上班呀,什么之类的 挺多的 但是也有很多人的理解 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的 我要允许这样的差距存在 所以的话,还是在家休息 然后跟大家聊聊天 哎 有的人认为 嗯 反正怎么说呢 就是每个人 你只要去做 你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嗯,我感觉应该就差不太多 嗯 啊 反正确实 不好说 有人有的时候就会 陷入这种迷茫期啊 我感觉 迷茫期 挺难的 哎 哎 没有什么东西 确实 哎呀 哎呀 不知道怎么办 不知道怎么办呀 兄弟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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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难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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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人生其实很简单 就是成家立业 对一个男人来说最简单的就是这一句话 你说其他的很多都是虚的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成语成家立业 但是很多人冲击一生 都做不到 真的做不到 人老了 还没钱了 太难了 有时候我也 包括之前在外面骑行 确实也感觉有时候无所适从 不知道应该去干什么 你说冷吧 我也不太怕 就是说我不喜欢冷 但是我也不害怕了 就大家要清楚这个区别 就是 冷 我不喜欢 怕冷 但是不代表我畏惧啊 我就是不敢接受这种冷的天气 我照样是之前骑着摩托车去东北了挑战了零下25度的极寒天气 就是我不喜欢了 我不想被动 但是有时候你自己想要去挑战这样的一种环境的话 那你就必须接受 对吧 就像我们工作一样 有时候你的工作不是你所喜欢的 有时候你上学所学的专业 可能并不是你想要学的 但是当你在做这样的事情之后 你就必须把它做好 因为大家要知道 就比如说你上学你要选专业 有时候你并不能选到你喜欢的专业 有时候要服从调剂 有时候是你的分数达不到 没有你喜欢的专业 这个时候你可能选了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 但是只要你再学 那么你就要努力去学努力去做 又比如说像工作一样 你只要是再做这份工作 那么这份工作你不喜欢 那你也得把它做好 做优秀 同样的 哎呀 当我在做什么的话 我一定是想着把它做好 就比如拍视频一样 我也想把它拍好 对不对 说到拍好我想起来了 每个人对于 也对啊 拍好视频的要素是什么 很难理解 拍了这么久的视频 拍了这么久的视频 我也不知道对于一个好视频的定义是什么 好像 哎 但是有一点嘛 我觉得内容越丰富 肯定 越容易受到大家的喜欢 就比如说今天 我就躺在床上给大家拍了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 可能 没有那么内容丰富 但是 我也看到很多 有时候 很简单的 比方说 一个几秒的视频 你却获得很高的观看链 这个都是不一定的 但是如果说记录生活的话 昨天我也说了 太过于单调的事情 肯定 没法获得 那个大家的一种好奇心去观看的 就是你的生活得不跌宕起伏 才容易吸引大家的一个认为是一个好视频 像我这种每天记录自己的生活 加加上生活又比较简单 如果你的生活比较丰富多彩 一天有很多事情去干 那么也会好一点 主要是我的生活太简单了 每天起床就是吃饭 吃完饭就是睡觉 然后再运动一下就没了 没有任何人的交流 比如说你还可以去 很多人就说 说你回来了 你怎么不去 哎 见见同学 见见朋友呀 都很多天不见了 因为我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什么同学啊 朋友 就是一个比较孤僻 所以说 比较孤单的一个人啊 大家会不会很奇怪 一个人竟然没有朋友 又没有同学 不能说没有同学 就是没有什么 要好的同学啊 就是说比较灵系比较多的 没有 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孤僻的人 也没有什么朋友 真的 我发现有很多自媒体人 他们一回家 又有同学啊 又有朋友啊 但是我没有 我只有我一个人 在家里 简单的 睡觉 吃饭 休息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生活 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 在外面的原因啊 因为在外面和在家里都一样 在外面我至少每天还可以去 各种各样的地方 那在家里就只能在家里了 没有任何的东西 对吧 所以的话 大家应该能够理解 我相信 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 确实 只能待在家里 哪里也去不了 嗯嗯 反正不好弄 太冷了 今天 安徽现在是零下了 好像我看了一下那个广东那边都见到零度了 广东都下雪了 太冷 可以这样说吧 吃饭都拦得起来 现在就是早饭都不起来了 直接吃午饭 然后再吃个晚饭就结束了 大家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没有任何的交际啊 等于说 也没有任何的娱乐 以前可能会 也不能说没有任何的娱乐 现在的娱乐就是手机 没事就看看手机 其他的是真的没有 很难找到在生活中找到乐趣啊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吗 你要学会去发现 生活中的美 是这样说的吗 但是我很难去发现 就像大家去旅游一样 旅游的话 你不同的 人去看到的景色也是不一样的 就是或者说我们要有一伤会发现美的眼睛 对不对 哎呀 我都困了 直接睡觉吧 天天躺的 不行的话就玩完手机 也没什么玩的 没事的话就刷刷视频 看看小说 看看这个 新闻 我看一下我的快递了 已经发货了 已经发货了 了 啊 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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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行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